北控这赛季确实是状况不是特别的理想 给大家感觉在阵容走了几位主将之后 而且在杨敬敏现在一直未能登场的情况下 状态不理想的情况下 所以说现在的本土球员 很少能够得到依赖 看今天北控的主帅 也是现在换成了张德贵来带领球队 好的比赛开始 上海队是在客场拿下了第一次激攻球权 身着橘红色的运动扶战是从左向右攻 弗雷戴特 今天防弗雷戴特的是张帆 这也是一名之前绝杀广州一战成名的球员 那么在绝杀广州之后 上一场比赛也是拿下了13分 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 今天张兆旭和王征之间的对位 应该说在内线也是比较有看点 两个人的身高都是超过了2米20 所以说这个内线高塔之间 看看能擦出怎么样的火花 张兆旭的移动速度肯定要更快一些 而且他的进攻的范围要更大一些 但是王征的对抗性更好 体格更加的强壮 张帆现在基本上锁定了北控的主力空位的位置 随着那场绝杀 现在也是状态非常不错 上一场投篮命中率很高 看P2这个逊 这球打得比较勉强 但是现在他在队中 有着无限的开火拳 张帆外线的三分不中 上一场比赛 张帆在前三节应该说 主要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角色 投篮是很稳定的 皮尔吉德逊上一场比赛在金龙欲望 并不是特别的强 第一节的状态很出色 但是后面的状态不理想 最后导致了球队 在8-1的冲击力之下 最终没能拿下比赛 这球吹了董汉林的一个走步 走将棚 北控 北控 北控这边 张帆 许孟军 于良 王征 加上皮尔吉克逊 比较常规的首发阵容 二三节应该会上双外援 所以说现在来说 他们的四号位 于良还是偏外一些 看好球 于良这赛季 也是球队里面的第二得分点 本土的第一得分点 在走了几圆封线的主项 外线的主要的年轻球员之后 现在于良也是承担起了球队主要的外线进攻的重任 好球 蔡亮 迅速的还了一个 今天蔡亮对的应该就是于良 于良对的是董汉林 所以现在来说 北控的四号位 确实偏热 好球 皮尔吉克逊 今天的第一个 上一场比赛 皮尔吉克逊第一节的三分也是很准 上来以后就三投三中 但是在后面的比赛中 皮尔吉克逊的三分 逼中率下降比较厉害 所以这导致了北控的进攻 这个核心点 没有打开局面 整体的进攻 也没有打开 北控这赛季的场均失分 刚才也说了 联盟的倒数第一 而且场均失分达到了125分 看一下好球 找看进攻 其实进攻段打得还是挺快的 因为皮尔吉克逊的状态的 比较不错 得分很多 所以说带动整个北控队的进攻 其实场均也是有110分以上的得分 就是防守 今天必须把弗雷戴特防住 而且防守端一定得积极 像这种二分之一球 必须得玩命抢 不拼的话这种球 对于北控来说会很难打 带动的 带动的 张帆这名年轻的后场球员 还是很稳定 他很老成 不像普通的这种年轻的后卫 杀进去以后容易失误 但是他是比较稳定的 好球 一个挡拆的配合 张超旭在内线拿到了两分 现在罗旭东来单防比尔吉克逊 这个下手速度会挺快的 但是从身高力量上来说 并不占优势 好球 许孟军 许孟军 这赛季的外线三分球 命中率 打分之37.5 中规中距 还是一个大心脏的球员 好球 这个球董汉林 对抗 很幽默 但是呢 最后出手 这个技术上 确实是很难 一直是没有提高 这么多年了 篮下技术始终是比较粗糙 否则的话 他的这个身体天赋 可能还要 嗨 这什么情况 一片乱战 刚才 董汉林这个旧球 三个队友都没注意 直接传到了许孟军手里 董汉林 再来一中距离 还是不近 这种离篮筐稍微远一点的距离 董汉林的进攻效率就下滑非常的明显 所以对于董汉林来说 练几招篮下的基本功 练好了基本功 练几招篮下的杀招 他的威力会大很多 毕竟他的身体天赋 在国内是属于顶级的 虽然说现在也已经 董汉林27岁 也是当打之年吧 第二几个去 再强杀 这一球可惜了 罗旭东下三路 给的压力还是很大 看弗雷戴特 这个球是他的节奏 但可惜没有命中 王征这个点中距离怎么样 而王征这赛季啊 有一定的中眼距离投篮的表现 就看这场比赛的命中率会怎么样 参量 快攻下的很快 直接接球 轻松上两分 上海队今天上来打得比较快 而弗雷戴特阵地战并没有主攻 他许孟军抢下篮板好球 在篮下球 许孟军打得还是很理智 没有墙上 一个假动作点飞了防守 然后再打两分 上海队的进攻 阵地战 弗雷戴特啊 被限制的很厉害 张帆现在寸步不离 而其他人 现在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连续的中距离的投篮没中 一个阵地战 无论是罗旭东还是董汉林 效果都不理想 看看皮尔吉克逊 这次出手 你没办法说啊 因为皮尔吉克逊之前的这种球 进的也挺多的 所以说外援 尤其是现在联赛的得分王 他具备这个能力 也拥有这个无限的开火权 弗雷戴特 找一下 直接 从两个人的中间穿过 给王征速度偏慢啊 一旦挡拆的话 过王征 非常的轻松 开场以后 弗雷戴特还没有进球 好球 皮尔吉克逊 又是一个三分 相对于皮尔吉克逊 弗雷戴特打的还是不够坚决 开场以后 两次出手 都没有命中 而皮尔吉克逊 出手次数很多 状态也打出来 卢伟的三分球 好球 一条龙再起 这个球没给犯规 皮尔吉克逊确实是 杀得很凶 要不怎么是得分王 这进攻球权 基本上百分之 六七成 百分之六七十 是在他的手里 所以说自己的进攻 也是占据了球队的 很大的一部分比例 而且他的出攻数 也挺多的 这是一个很全面的球员 于良 内线强杀 面对张兆旭 不太好打 张兆旭这个球 站的位置很好 转换进攻很快 但是卢伟 这两次出手都没有打中 反而是给了北控一次转换的机会 王忠 王忠 这个球根本就没回去 反而是在前场打成了一次转换进攻 所以说上海队现在需要控制一下节奏 我觉得他们的进攻效率偏低 一旦打乱战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把比分给拉开 现在是 其他人的 除了菲雷戴特之外 其他人的投篮 现在命中率也很差 菲雷戴特也没有什么好的出手机会 所以说上海队的进攻 现在陷入了停滞 而篮板球 配控 也是领先一个 皮尔杰克逊 在开场阶段的进攻方面 完全是压制住了菲雷戴特 皮尔杰克逊拿到了六分 感觉不止 这个数据上显示是六分 两个三分球 我们看到了 刚才看到了 也是北控的新主帅 张德贵 那么之前由于成绩的不佳 主帅丁伟是离任了 所以说助理教练张德贵 现在是接替担任主帅 看看能否帮助北控 尽快地摆脱低谷 打开场阶的位置 我爱上海队 我爱上海队 部组的 哦 东西吧 小姐 背下 扎靶 是 白组 带东副 戴东副 你站在这里 esian 3 个 对 好你在这儿 余梁在这儿 余梁 余梁在这儿 余梁在这儿 哎 你发球 走 哎 这男人从脸上 拿着 你放下 再回来 让他背后 哎 看起来从脸没有 开开 先从脸上 余梁从脸上 今天看起来 在更换主帅之后 北控队还是努力把劲 这个上来打得很凶 现在小外援 比尔吉克逊下去 换上兰多夫 两个队同时换上了大外援 刘维也上了 刘队现在离着万分先上 只差12分 看看今天能否完成 这一壮举吧 不过以刘伟 这赛季的场景数据来说 还得看自今的发挥 本身他的出场时间受限 没事没事 咱们来点掌声 鼓励一下 就会感冒 好的 谢谢大家 防守 四克拉 脚踢球 这个球 其实卢伟传的这个位置 挺危险的 董汉林生前有防守人 并没有完全甩开防守 但之前的 北控的球员 脚踢球 北控换上了 景浩阳 这也是一名 年轻的前奏 两米的身高 只有22岁 刘伟 放这么空 居然三分没出手 往前走一步 吉庭来一个中距离 两分球 刘伟还差十分 照刘伟今天这个状态 感觉万增 问题不大 蓝豆腐 再打四克拉 这俩人谁打谁 都不太好打 都是技术型的 但是现在 鱼良防四克拉 那四克拉的身体对抗 就占优了 他再给 好球 董汉林吃这种饼 是自己的特点 你让他 强打 玩点技术活 董汉林确实不稳 但是你喂到嘴边了 直接扣篮 那就 太稳了 就 就爱干这个 就是干这活的 下鱼良 四克拉放的距离 稍微有点大 给了鱼良一个 中距离出手的机会 鱼良这赛季 也是场均有14.6分 三次救命中率 达到49% 现在是球队 最稳定的 本土进攻火力点 长亚松也上 这赛季从江苏 加入到北控的 一名空位 这赛季北控没有了 三外援 确实要冲击季后赛 难度很大 而且走了 贺希宁 滕赫奇 孙伟博 宋康明 这些球队 虽然不能说是主要 最主要的核心本土球员 但是也都在球队里面 起到了一些 比较重要的作用 走了之后 现在补充了一波人 而且培养一波年轻人 看能否迅速成长 蓝多夫一条龙 直接起 不错 白魔兽 今天面对老钻石 看谁硬 年纪都挺大的 蓝多夫35 主攻 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 比较不错的 以38岁的年龄的事 这次进攻又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李秋平 对这个球也是挺不满意的 多打少 三四个上海的球员 已经到了前场 这个球一个传球失误 不太应该 失误数 两个队第一节 其实控制还可以 失误并不多 比赛比较流畅 常亚松的三分球 没中 刘伟 看突进去 再起 这个球啊 出手的时候 没有掌握好 这个机会是出来 看白魔兽 内线硬起 好球 董汉林 虽然说能跳 但是呢 白魔兽的先找身体对抗 所以说董汉林 根本起不来 这是经验的问题 看斯科拉 两位老油条 都是在内线强杀 这次是被碰出了底线 并没有吹犯规 卡路线 这个球吹犯规了 12号的景浩阳 从身后 尝试盖帽 这个球还是被吹了犯规 自己认为是碰到了 是打在球上 而且这个球是吹的一个边线发球 并不是投篮犯规 所以可能是吹的之前的犯规 否则的话 刚才卢伟是一个明显的投篮动作 考究 内线董汉林 这阶段减少自己的强打 加强一些篮板球的冲抢 还有篮下的跟进接应 通过自己的身体颠覆 来轻松的得分 现在防篮多夫 对董汉林是一个考验 看篮多夫技术很扎实 左手突破 转身抢起 这技术动作很扎实 再给斯克拉 杰浩阳又犯规了 这上来一会儿 犯规次数也挺多的了 上来当炮灰的 上场两分钟两范 唐紫豪 这也是NCA的海归球员 当年在贝勒大学 本来他回归上海的时候 被寄予厚望 也是被认为是身体素质很劲爆 但是在斯北一打 并不是那么突出 像想象中的 可能NCA的那种 跟美国球员对抗的 那种身体条件 只能说是不错 但是在斯北一打 并不能算突出 皮尔吉克逊 上来打最后一攻 看这意思 6.2秒 再换上来 长得贵现在对每一球 要说都非常的认真 战术布置 看这个球 皮尔吉克逊 没有接球的机会 海亚松 三封球 最后一攻 可惜没中 第一节结束 北凤在第一节 很难得 这个防守端 限制的上海队 得分没有超过20分 所以说 今天在第一节 是领先 结束第一节 25比17 领先8分 而且第一节 弗雷戴特 看看弗雷戴特 是一分没得 应该是 没错 一分没得 三投零中 确实张德贵 今天 顶替 丁伟 上来之后 对球队的态度方面 尤其是防守方面 还是要求的挺严的 这个面貌 焕然一新 在防守端 还是 很积极 二众 三 二 三 爱 对蛋 Konstant Gesund 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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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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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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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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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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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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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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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9 10 9 9 看这个球 看咖啡没注意 似乎是一个回线 看采办手势 似乎是给了一个回线 失误 上海队五个 李克逊两个外援之间 做一下挡拆配合 兰博夫三分球出手 反正这个配合战术 是打出来了 就看命中率了 好球 两个队的外援 其实类型特点相似 小外援得分能力很强 也能组织串联 大外援都是这种技术流的 有球吹了三层球的犯规 唐子豪得注意一下了 他这个犯规 这几次犯规 都没有太大的必要 两个队的特点 还真是特别的像 内线有一个 战装型的大中风 然后双外援 特点也非常的相似 连大外援的年龄都相似 所以这也是 北控需要向上海队 学习的地方 本身两个队的特点 比较类似 那么上海队的成绩 却比北控队好很多 比分差距一直在 七八分八九分这个范围内 左右 排队 排队 克雷戴特接球 看一下斯科拉接应 没问题 这个球一看就是 两个人之间的串联配合 斯科拉给克雷戴特挡 然后呢 克雷戴特引包夹 再给斯科拉 而两个人都很稳 王征中距离怎么样 没人管啊 但是还是没中 今天王中投了 两个中距离投篮 好球 可惜了 这个球罗旭东 上篮的时候啊 稍微心理上有点 触 怕被封盖 这个球出手的时候 好像调高了一点弧度 但是最后没打中 反而被被控 锦浩扬 投中了一个 追身的转换的三分 这分差再次来到十分 今天上海队不好打 北控这个队 跟上海队 基本都能对上 你没有一个 队位上的明显的优势 现在来说 克雷戴特强打 就看外援的状态了 无论是本土球员 还是外援方面 北控跟上海来说 基本都能对上 你说实力上 强啊 弗雷戴特强 那皮尔杰克逊 也很强 而且今天发挥的 绝对比弗雷戴特要好 到现在为止啊 内线来说 斯科拉跟兰多夫 两个人其实也差不多 兰多夫更年轻一点 冲击力要更强一些 所以这上海队不好打 必须把自己的整体的优势 发挥出来 靠自己的击战术 还有就是外线的投射 那么今天外线投射来说 主要还是卢伟 这个主要的外线射手 没有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援 扎弗雷戴特 再抢好球 好 内线这个 张兆旭 一手遮天了 感觉 篮筐上面一只 大手 把球摁进去 掌柴之后 兰多夫 再杀到进去 好球 你斯科拉感觉 跟不上兰多夫的脚步 兰多夫确实冲击力 现在还是保持的很好 十分三个篮板 你要说稳定性 这北控俩外援也挺稳的 罗旭东 嗨 这什么球 这个球最后自己出手 到最后 大家都是在抢篮板的时候 他传一球 低身三分 别二几个球 这是他特点 黑肤色的寂寞大神 这真是跟弗雷戴特 打法太像了 李秋平也挺无奈的 这是偷失了弗雷戴特的技能包 是连续 Englye的 建筑 和这边抢篩 准备 李秋平也挺無奈的 却的 因为这边宣伤 有点好 这么说 这是连续 好 这是连续 就是连续 各位朋友 Festful defense 在籃球下要不要 你不要先穿過機會 不要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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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這個 進步 路易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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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现在斯科拉空球 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斯科拉打空位了 真是出人意料 李旧平叫暂停回来这么个战术 斯科拉直接打后位 十球突破一条龙 你兰多夫能冲吗 三分球没中 有点出情不意啊 兰多夫不知道该怎么防 这什么情况 弗雷代特也打快 这次险些打成二加一 斯坦廷回来 北控队对 这上海队的进攻啊 稍微得适应 不按套路出牌 小夕 罚球没中 第二罚 十分球的差距 上海队 看这个防守啊 现在 采取联防 一钉四连 是这个意思 兰多夫强杀 兰多夫 今天也是挡不住啊 今天两个外援的得分都挺高的了 无论是皮尔吉克逊 还是兰多夫 在对位中都占据优势 看斯科拉能否还一个 这个球吹犯规了 皮尔吉克逊拿到了12分 兰多夫 这个球扣进了 砸进了 这也应该是12分了 这肯定是今天的施加球了 隔扣 算不上隔扣 但是起来 这个气势 这个批扣 确实让斯科拉 有点无能为力 想上去封一下子来着 但是一看对方太凶了 最后还是收了一下 皮尔吉克逊12分 兰多夫12分 两个人都是四个篮板 皮尔吉克逊还有三次助攻 而且两个人的命中率都还不错 皮尔吉克逊四投三中的三分球 兰多夫十投六中的命中率 转移张帆 王正 再转移出去 三分球还是命中 好球 顶浩阳 今天命中了两季三分 北空 今天给人感觉焕然一新啊 是个外线的投射的手感 皮雷戴特强杀这没问题了 就得打得坚决点 兰多夫 这两个外援持球以后进攻 都很有杀伤的 金浩阳 现在四星星也起来了 投中了两季三分 这球接球出手 可惜没中 蔡亮 这个持球推进的能力啊 稍微差一些 刘队上 这样的话刘伟加上弗雷戴特 看这个双后场 杀伤力会怎么样 好球 偷了一个 斯科拉有点出其不意 十一分 六投四中 斯科拉还不错 今天就是弗雷戴特 没有完全打开 弗雷戴特上场十三分钟 只拿到了三分 再转移出来 金浩阳 又一个三分 拿三个三分球 你说北控没人吗 外线走了一批人 但是这批人 现在来看 通过本场比赛 还真是有这个实力 金浩阳 许孟军 外线都有三分 所以说这个杀伤力 还是足够的 加上双外援 内线也有汪征 这个高塔坐镇 谁想赢北控 其实都不容易的 之前的战绩 确实让大家感觉 有点意外 现在也是状态复苏 看能否维持下去 延续下去 第二几个逊 这次强气 没打中 但是王征 篮下抢到篮板 蓝敦夫 打斯科拉 看王征进去了 内线只能犯规了 这时候张兆旭 扑的比较凶 被王征直接过掉了 就是北控这个队 真是不弱 任何一个队 说打北控 真得 玩命拼 不是说 北控这个队实力差 他可能本身 自身之前的防守 出现问题 但是本场比赛 攻防两端 应该说对上海队 都实现了压制 分差 来到了15分 这个坑够大的了 把弗雷泰特接球 抛一个 不错 现在弗雷泰特 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跑动 空切 来得到直接得分的机会 而不是外线吃球 自己单打 皮尔吉克林拉回来 三分球 看怎么样 这球没中 但是有篮板球 这个篮板球的保护 感觉上海队不够积极 来 没事 没事 穿球输了 这是上海队的球 还是双外援之间的串联 现在换下张帆 取攻军上 现在换下张帆的话 那外线的杀伤力就更大了 皮尔吉克逊带着俩射手 然后内线 兰多夫加上王哲 果然是这么个组合 这个组合杀伤力很强 上海队 外线一定得多加注意 否则的话 被投起来 这个分差很容易被拉开 兰多夫先投一个 没中 斯科拉撤一波 后仰两分 嗨 王正 这个球没注意啊 直接球被逃走了 再给 兰号仰 兰多夫 上海回防已经完全到位了 但是 兰多夫还是强打 今天上海队 不是说不想倒 是有点挡不住 被控今天 进攻火力非常的凶 那么上海队 现在在外线进攻 没有打开的情况下 防守又防不住 所以说分差被拉开了 他们防白色可以 你去防小罗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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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要挂了个人啊 现在就不用小罗外去 两个人不可以解决 这么要是所以 他从这儿 王子会突然掩护的 出起来的时候 王子会掩护的 小心 若隱要叶死 spiritual 那他陈ає 你去防火力 王子会觉得 天啊 就去防火力 事情 那么我们 我为什么 麦克威 漂亮 私人 好 边 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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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很艰难 这北控的进攻今天火力全开 14分6个篮板 确实北控有这个实力啊 他今天只是发挥的比较好 他本身也具备这个能力 只是之前防守太差了 没打好而已 弗雷特接球三分球 好球 弹了一下框 但还是爬进了篮框 迅速的追回三分 弗雷特外线三分必须凯 上海队三分必须凯 否则这个追分太艰难了 看一下无球的情况下 皮尔杰克逊似乎和蔡亮产生了一点冲突 橘子 皮尔杰克逊再次往里杀 看这个球 二加一打成 当你状态有了的时候 怎么打怎么有 顺风球的时候 这种球 皮尔杰克逊很难挡 本赛季的得分王 这不是浪得虚名 当年他在 美国NBA的发展联盟大比赛 当时也曾创造过 当时的发展联盟最高的分纪录 曾经也是砍下过58分 那么今年在斯比利联赛中 也已经有过砍下58分的 这种表现 确实是一个进攻的大杀器 关键问题是他还能传球 他跟弗雷戴特的特点是类似的 攻击力能力超强 而且也能组织串联 所以本赛季的 水控在选外援的方面 其实是比较成功的 这次传球失误了 弗雷戴特再给球 斯科拉硬起 这个球面对王征不太好上 这高度上差距太大了 再转移 转换进攻 许梦军的三分球 又来一个 全都有 全都有 皮尔杰克逊 兰多夫 许梦军 景浩阳 全都有 再给 这球被断了 上海队危险了 转换进攻 皮尔杰克逊 看怎么处理 硬起 他这不是一个 感觉最合理的选择 前场二打一的情况下 选择了硬上 避兰多夫 就比控今天这个状态 上海真是 感觉有点打不过 这外援皮尔吉克逊确实是 杀伤力十足 跟弗雷戴特的队位中 根本不吃亏 甚至占优势 弗雷戴特这种超难度球 必须打中了 只有弗雷戴特 发挥出自己最强的实力 这个比赛才能够帮助上海队 把这个坑给填上 卡朗德夫再次往里杀 急停 点飞 斯科拉 一对一 斯科拉防起来很吃力 因为脚步上偏慢 现在许梦军来 盯防斯科拉 盯防弗雷戴特 斯科拉外线的三分出手 没中自己强上 打成二加一 老钻石有点怒啊 这一球杀得够凶的 直接顶翻了 王峥 看这个球 非常凶 王峥直接 这么大的体格 直接被推翻 加法没有中 14分的差距 北空今天防守真是不错 此前场均的10分之前也说了 达到124分以上 联盟倒数第一 在今天上半场限制的 上海队的得分 现在为止只得45分 兰多夫再一季三分 北空换一线教练 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基本上没有什么缓冲的时间啊 上一场打完八一 只过了两天时间 就换个教练 面目焕然一新 外界锦浩阳三分 再次命中 四个三分 今天 北空三分也投封了 命中率达到50%以上了 锦浩阳四投四中的三分球 拿下12分 今天的骑兵 看刘伟 早日犯规 20分的差距 看刚才刘伟的这次突破 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争议 第一次突破 这一步 提交 enrich Ready 提交 也东 水 水 Energy You're so damn hard to believe We gotta kill this witch You're from the 70s But I'm a 90s kid I love it I love it I got this feeling now That's how it ain't when you got on I catch my phone into the kitchen I got this feeling now I throw myself into the bag I push it down, stay there I push my car into the bridge I l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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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the milky way You walk me down on earth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You're so damn hard to believe We gotta kill this witch You're from the 70s OK 各位们在看球同时可以通过你的微信 扫一扫一扫一下球场背后的你的小冠杯 二维码回复我爱的CV 獎名的手机号码 现在五百名入口 将会做的我们热情咖啡 给你带来的大师咖啡一杯 热情咖啡 这一杯 这次犯罚也是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其实刚才看着没什么特别大的动作 就是刘伟一个突破 然后皮尔杰逊似乎是犯规了 兰多夫现在拿下了二十分八个篮板 这个进攻效率确实是够高的 皮尔杰逊15分 然后季末大神现在是拿下了十三分两次助攻 但是投篮的命中率方面比较差 石头五重 还行 没想象中那么差 这阶段的三分球命中率提上来了 所以说命中率也提上来了 比较正常了 但是前面挖的坑比较大 所以看着场上的局面 似乎是被 在对位皮尔杰逊当中落于下风 但实际上 看一下数据方面 弗雷戴特还行 但是想赢球确实远远不够 刘伟 黎万分先生还差九分了 看这个球 裁判认为这个球 刘伟是不是肘部有一个动作 肘部刚才出手的时候 似乎是磕到了杰克逊的脸上 刘伟差八分 成为万分先生 就是他背后升 这个号码这个数字 再得八分 就将成为 四倍历史上第三位 万分先生 皮尔杰逊这次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但是没打中 上海队控制节奏 应该会压到最后了 看下斯科拉 雷戴特 这个球 角度太差了 好球 还是让斯科拉 把球给打中 这个球 这个表走得似乎是有点问题 好的 来面掌声送给兄弟们 往下下半场 双方队继续小亮 北控队是在主场大逼分里 接着上海 我们稍微休息 来看下半场 看下半场的比赛 那么 上半场啊 北控打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这个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与之前的比赛 应该说判若两队 今天确实是在攻防两端 都打出了极高的水准 而且在队位方面 可以说是弯压了上海队 无论是外援 还是 本土球员 尤其是锦浩阳 他的上场连续四季三分 这是一个骑兵的作用 斯科拉放的有点大 外面三分球出手命中 好球 北控下半场啊 这个防守一定得 保持上半场的这个强度 否则的话 这个上海队追分也是很快的 看一下 好球 兰多夫 这兰多夫今天的状态是 齐佳 上半场 20分 下半场又是一季三分球 现在23分 今天他比皮尔吉克逊 进攻端杀伤力要大 他在转移外线 差量的空位的三分球 命中 不错 上海队下半场 给人感觉是一个追分的态势 连中两季三分球 对于北控来说啊 这个优势并不保险 虽然说感觉差距挺大的 上半场一度拉开到20分 但是呢 以上海队的实力来说 毕竟现在只输两场球 比方追的话 下半场如果说北控 稍不注意 很可能把这个比分 对对方迅速的给迫进 三分球 这次没中 福利特再给斯克拉 这什么球 这个传球有点随意啊 被对方断的非常的轻易 一伸手就断了 想玩一个出去不意的传球 兰多夫还是往里杀 内线张庄旭 这次位置其实不错 但是还是被吹了犯规 这个应该是身体的接触啊 张兆旭其实感觉位置挺不错的 这个球没有完全失位 啊 这个球是 罗许东反馈 罗许东这一把 拉的多余了 动作倒是挺隐蔽的 但是正好被摄像机拍到 三分球命中率 呃 哦 现在上海队也追上来了 上海队三分球命中率达到50% 反而比北控还高 北控47.8% 两个队今天三分都可以 但是上海队投的少 北控投的多 看下张兆旭一个中距离 没中 这王征啊 张兆旭啊 现在外线都是没篮子 白魔兽再转移 又空拉 挺浩阳 第五个没中 断了 上半掌的三分球 四投四中 外线 蔡亮 三分也不中 这俩人是 互相对着来 你中我也中 你不中我也不中 看一下兰多夫 三分球又有机会了 也没进 两个队打得很快 而且外线都有不错的机会 这个球不拖都不合适 弗雷戴特再起两分打中 白白没给事 弗雷戴特一直在要啊 球应该是2加1 15分 四个篮板 比较一般 对弗雷戴特来说 你一场球不拿个30分 这都属于表现失常 俞良的外线投射 好球 今天上半场 呃 被景浩阳的表现给遮住了啊 所以说俞良上半场上场的时间比较少 那下半场现在回来 弗雷戴特可惜了 这是他的进攻的节奏 但是没有打撑 看一下 许凤军那个位置又空了 带皮尔杰克逊自己上 好球 这一次防守啊 上海队千疮百孔 杰克逊17分 六次助攻 看弗雷戴特突进去 抛一个还是这个节奏 连续的两次突破的抛投 这下半场感觉 上海队进入节奏还是比较正常的 就看北控队能否延续下去 小打大 杰克逊拉回来没投 景浩阳这次突破被掏掉了 看转换啊 速度 斯科拉直接起 杰克逊只能犯规 这球没什么办法 这个球斯科拉冲起来 杰克逊身高根本没法挡 两个队现在下半场明显都提速了 都提速的情况下 上海队 杀篮下的效果更好 所以说现在比分还是给慢慢的在破镜 罚中的话 两罚全中的话 只差11分了 可惜一罚没中 第二罚中了 12分的差距 什么情况 这个球比分这个事情根本就没看 我天 还能有这种失误 张乐贵赶紧换人 这球现在北控打的呀 感觉稍微有点走神 2加1打住 白毛球 白毛球 好让我们的兰多夫 对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不难的 对这个是兰多夫 兰多夫 这球很强硬 他今天对斯科拉的话 其实整场打起来啊 感觉都是比斯科拉要更加的凶狠 更加的强硬 斯科拉更多的是靠技术 靠脚步 而兰多夫 冲击力更强 加法也没中 看罗旭东的小碎步 斯科拉转身 这个球爱帽了 一对一还真是打不了兰多夫 你不得不说一对一 兰多夫今天是限制住了斯科拉的 斯科拉的得分几乎全是靠 整体进攻 和弗雷戴特的配合 弗雷戴特 这次没有出手 再给 这种球斯科拉还是有把握的 今天斯科拉的进球 全是属于这种接应球 跟进接应 然后直接上弹 一对一的话 斯科拉其实今天真是打不了白魔兽 而白魔兽今天打了很多一对一的好球 皮尔吉克逊 拉回来 直接三分球 好球 又来了 这种球 说真的得续上 你得跟弗雷戴特对标起来 看弗雷戴特来了 这才是 联盟第一空位 联盟第一得分手之间的对决 这俩人说实在的 特点真是像 你皮尔吉克逊 虽然说冲击速度更快 爆发力更好 但这个打法跟弗雷戴特 几乎是一模一样 杀招都很像 感觉像是一个老师 出来的学生 吉克逊 转身 兰斗夫 出手 这一次进攻时间不多 被限制的还是比较严 看弗雷戴特又来了 抛一个 皮尔吉克逊 这个球收手了 差八分 下半场明显感觉弗雷戴特 加强了自己个人进攻的欲望 就是得跟皮尔吉克逊标起来 今天最大的看点本身就是两大后卫之间的得分对决 你谁也不能说躲过去 张德贵之前也是福建队的主教练 我们要驻 我们在外面的连选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 看我们走开 进入 好的小众再见 大家伙伴精彩的表演 这个好浪费 好浪费 比尔吉克逊 看看这阶段能否把这个进攻大气扛起来 弗雷代特已经晾杀器了 你必须同时亮剑 跟弗雷代特对标起来 这才是联盟第一杀神的本色 兰斗夫打蔡亮 蔡亮防得够凶的 这个球 兰斗夫也够难的 再给静摩大神突进去 这个球出球 被对方断掉了 张帆 可惜没打成二加一 今天张帆出场的时间比较少 上一场比赛 张帆其实还是打得挺不错的了 虽然输给了8-1 但是张帆也是拿下13分 而且在上半场投篮是百发百中 但是今天 许孟军啊 锦浩阳啊 确实打得太好了 导致的张帆出场的时间受限 而且上一场是四截四人次 所以说外援上场时间会受限 也是给了张帆很多的机会 正常来说 张帆的出场时间没有那么多 李秋平 今天打起来没想到啊 会这么艰难 比赛 差距再次回到10分 上海队 这是张帆对弗雷戴特的贴身紧逼 寸步不离 今天的防守 水控一直保持的还不错 但是第三节现在感觉有点 被上海队给打开了 台湾防守 来咱们现场兄弟 给上海队打打气 龙香堂 龙香堂 罗旭东的三分球 这种就少投 罗旭东 对外线还是不够稳的 他 状态好的时候可以这么打 这种落后的情况下 还是找寂寞大神比较好 卡黑寂寞大神 已经 也开始还击了 文杰的三分球 雷戴特突进去 再起 好球 他这个球啊 是给谁技术犯规 李秋平 似乎是给了场下的 场下的球员 一个技术犯规 看裁判这个手势 好像不是给的李秋平 看一下 扫替补习 这做这一排都是教练 张文奇 郑志龙 这都是当年上海队 的功勋球员 给李秋平一个球队 球队席人员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也没明确给谁 应该就是郑志龙或者是张文奇 张文奇 这也是当年上海队 拿下冠军时期的 球队的主要人物 当年 要说上海队的主要人物 除了刘伟和 刘伟和 刘伟和 刘伟 又爆了 当年除了刘伟 姚明之外 可能说上海队三号人物 除了外援之外 就是张文奇了 当时上海队 还有假效忠 看一下 再突进去 不错呀 这个球 罗许东分的不错 没有墙上 罗许东的进攻 命中率一般 这种球 突破还是有杀伤力的 所以说能够突破分球 对球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现在罗许东的这个角色啊 似乎跟这个堂次好有点类似了 成了防守兼兵 进攻端都没有外线的投射 也是李秋平的老陈 这是老部下了 而且当年跟着李秋平去了新疆 他此前也在青岛打过 当年李秋平带青岛进四强 第二阶段的得分刷得非常的快 带上这个罚球已经28分了 15分的差距 上海队忙活半天 这个分差又回到解放前了 弗雷雷特再给 被断了 第二阶段速度极快 我的天 白米冲刺一样 后来居上 杀到篮下拿两分 季末哥 今天碰着对手了 今天季末哥不寂寞了 确实北控这个队啊 今年就这俩外援 你成绩绝对不至于现在这个 这个情况啊 他现在正在做展车啊 他的先防很快 他有很多好運的機會 有兩個的機會只是1月 這是我們看著他 第二,我們在4月上小的 他可以加量的心理 好,我們可以加一點心理 我們可以加點心理 你幫我擱穩 いく來,三年手組 打三年手組,我們把他打了 打3年手組 看刘伟上来会怎么样吧 刘伟 万分先生 现在差8分 照今天这个趋势下去 感觉还是比较困难 可能得把万分的记录留在下一场 现在上来 那么第四节 看看刘伟是不是能有所表现 现在双外援在场上 刘伟的进攻 机会很少 主要还是进攻在双外援的身上 张帆 小伙绝杀广州 一球成名 而且这赛季感觉张帆 已经是通过那个球 把自信心提上来了 好球 霍雷泰特内线接到球 赵帆这个球没有完全限制住 嗯 又给一个技术犯规 没有啊 给一个警告 蓝杜伯 再起 好球 没中 锦浩 杨 三分球再中 今天第五个 挡不住了 尾控这架势啊 下半场上海其实 反攻了一波 但是呢 没压住 这个球被 北控队再次给反过来 这个三分雨 再下起来 18分差距又拉开了 之前也说啊 上海队 第三阶芒果大半截 一夜一看分差 一夜回到解放前 三分球没中 北控这个三分雨 挺恐怖的 锦浩阳这个点 一旦出来的话 未来的比赛 可能会重用 啊 追身三分九 可惜 没中 再重的话 上海队这个心气 就完全被打下了 弗雷戴特 再给 大家弗雷戴特啊 抛一个 没问题 这种球 弗雷戴特十纳九稳 这种球比他 投空位还准 你放那个点上 让他投篮 他没这种抛投准 这种完全是 已经成了 手上的感觉啊 这已经成了 机械化了 看招翻的三分球 怎么样 没中 雷戴特 再穿过 再上两分 可惜 这个球 雷戴特很懊恼 认为犯规了 他雨量 再给到兰多夫 转身 硬打 凶倒是比较凶啊 但是这个球 没打中 再配一次犯规 看兰多夫 犯规多少吧 应该还行 今天兰多夫 犯规不算多 带上这个 才两贩 所以今天他在防守端 防了斯科拉 真是不错 对手 无可奈何 有点 全都是靠战术来打 斯科拉 今天其实也不错 25分 11个篮板 已经是 这赛季算是 比较好的数据了 但是没想到 球队居然在客场 现在还落后着15分 弗雷戴特 28分 斯科拉 26分 双外援 其实还行啊 转换进攻 可惜 景浩阳没打中 只能说 今天北控打太好了 上海队 外线三分 其实有点时长 但是呢 双外援的表现 还算比较 正常 弗雷戴特 19投12中 三分五中三 就是比较正常 只能说对方 北控打得好 皮尔杰克逊太强 兰多夫太猛 完全是外援 在个人能力上 对位上 压制住了上海 看一下 再起 好球 这个比控 这防守啊 对卢伟似乎是 没注意啊 走神有点 卢伟直接溜一底线 轻松上两分 没人管 你这不重视我呀 好球啊 皮尔杰克逊 不重视又怎样 我们有皮尔杰克逊 进攻杀起在 随便防 三分九命中 让你随便防 12分 弗雷戴特18分 这个数据是错的啊 再上两分 怎么可能18分呢 弗雷戴特已经拿下了33分 压最后一攻 两个队各有最后一攻 两个得分狂人 之间对标 这个球 金浩阳 第六季三分 哇 这大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怎么今天就突然爆了 可以啊 锦浩阳 记住他了 以后 休想再有这么多好的出手机会 今天完全是一个骑兵的作用 居然扔进了六级三分 而且还是七投六中 最后一攻 肯定是找七毛大神 准备跑 张帆 帮得很凶 鱼良想上一组 这个就犯规了 看他没到罚球 这个球似乎是没到罚球啊 是一个战术犯规 到罚球了 那这个犯规就 应该说不太理智了 这个数据 肯定错了啊 刚才给18分 现在又给20分 下半场得分应该是 刚没注意看 可能给的是下半场得分 最后这一球也没有投 这样的话 第三届结束 北控99比88 领先着11分 不能说上海队表现差 第三届已经是火力挺猛的了 但是北控队 延续着上半场的攻势 现在还是领先着11分 但是对于第四节 单外援作战 上海队还是有机会的 接着几个剧 一个中距离 可惜没中 弗雷戴特 速度一跳龙 直接起 二加一没有 还行 弗雷戴特现在发很力了 哥才是正牌的季末大神 你虽然是得分王 但是 你是黑板的 你是冒牌的 季末哥 今天得奔50分 才能翻盘 35分 五助攻 刚才数据给的是下半场 应该不至于连续给错 可能是我刚才没注意 10分之内的差距 皮尔吉克逊 单外援对单外援 现在没有大外援 分担进攻的压力 完全就是小外援对标了 这就不用什么讲究了 直接自己干吧 这个球 第四节 上来 皮尔吉克逊连续两次 进攻没打车 弗雷戴特二加一 扑 弗雷戴特 先下手为强 连打四分 这次罚球再重 连锥五分 张帆上 加强一下防守 现在许孟军防弗雷戴特 确实比较难防 许孟军本身是一个 移动速度不是特别快的 而且他的身体不够硬 张帆相对来说好很多 瞬间分叉来到六分 领先一整场 第四节 现在局势紧张起来了 宇良 藏两分 也没中 这是一个踩线的两分球 踩了三分线的两分球 弗雷戴特 弗雷戴特再变下 彻一步三分球 再一个 破 差三分 弗雷戴特连拿八分 第四节 前面得分 小时候胖不叫胖 这个到第四节 关键时刻 才展现英雄本色 弗雷戴特连拿八分 分差回到三分球 回到一个三分 我去 我去 好好好 他往这跑 我去玩一下 不要投篮 打两分没关系 我会让他拒绝 他拒绝了 他会来拒绝 他会拒绝 他会拒绝 现在我们的攻击太差了 我们现在要做钻石衣 出来以后把球船大张 然后仰后 然后把球船打一打 能打的能不能 再突破分球 好不好 球包里面打一打 再败打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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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这是暂停啊 刚开始的时候听这个球员之间的说 还听着我挺挺劲爆的啊 在厂下喊 我去 我去 我去防 看一下三分球的差距 偏尔吉克逊 这个时候压力大了 说实在的 北控队的命中率很难保证了 又被断了 寂寞大神 这次球还赔一个犯规 掌控全局了 寂寞大神 前三节 上半场寂寞 第三节变成寂寞哥 第四节彻底封神 看寂寞哥这个节奏 变下张帆 再转移 比较空辣 刘伟的中距离命中 好球 差一分 刘伟 离万分先胜 还有六分了 这个比赛最后是一节 看点多多呀 急进三分球 还是不进 篮板球 篮板球 控制好 北控第四节还没有得分 而上海已经得了十分了 两分钟不到 打了一个十比零 好球 第四节 北控的第一次得分 过去一分三十几秒 打了一个十比零 这个进攻的节奏太快了 进攻大神再转移 外线又空了 蔡亮空位三分球 没中 宁肯放外线国内球员的空位三分 也不能 单人来防 借弗雷戴特 好球 第二阶续 控制局势 比球平赶紧叫转平 北控连打五分 这个局势稍稍控制住了 防控制好球 非常好 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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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骗到 在宇宙凯 不熟 我 没有 没 没 不熟 不熟 没 起 阿 还是打这个机位适应 我们投不进另外一场 机位投不进 但是另外一样一样 一样打 你这里你跟菜单分开战 今天上海队的本土球员 国内球员得分偏少 其实北控队还行 尤其是景浩阳这个点 打开之后 北控的本土其实今天也是比 你看本土球员43分 这比上海队多出不少 外援方面 确实弗雷代特在第四节 下半场彻底爆发了 第二季寸 今天得分王之争 得分王大战 考验第四节 关键时刻的能力了 心理处置 现在留为主控 还是找弗雷代特 有没有人提上来做掩护 张兆旭上来 弗雷代特没有挂这个点 直接起造成犯规 一威四 就是你对弗雷代特这个点 现在的弗雷代特状态已经起来了 他不像刚上来的时候 第一节你过来补防协防 你能造成这种很大的 对他的干扰和威胁 现在弗雷代特状态已经完全起来了 一般的难度球 他都能打中 所以说你要补防协防的话 一定要提前 提前包夹 他一旦起来的话 你这种球很容易造成犯规 而且也有可能打成2加1 现在弗雷代特的状态正直最佳 罚住 表纪格选 这个球没有出手 接着打 卢尾防 卢尾防动作偏慢 卢尾动作偏慢 这个球其实挺难防的 杰克逊杀进去 变相 好球 你这个 现在上海队 这个阵容太年龄大 太大了 防比尔杰克逊 基本上是没人能对上 卢尾防比尔杰克逊 一看就不靠谱 弗雷代特还是强杀 你拦不住了 现在的弗雷代特 已经变身 寂寞大神 已经是拦不住 你看卢尾这个球 他动作偏慢 而且 年龄也偏大 你让他来防 比尔杰克逊 不太合适 不知道李秋平怎么考虑的 而你上场 现在的阵容 也没有人能对上 除非你用弗雷代特防 否则刘伟防 感觉也不合适 但是卢尾在场上 相对来说外线有进攻点 可能李秋平想要 迅速的追分 在进攻端考虑比较多 所以说防守端就只能用卢尾来防 比尔杰克逊了 拔三分没中 这种对比尔杰克逊的保护 内线的协防一定会非常的及时 因为很明显 卢尾刚才防势让一边 我堵你一边 没说我要单兵限制你 根本想都没想 超远三分 弗雷代特三分九命中 你这他就是常规性的 这就算常规武器了 他就能投到这么远 这跟库里是一个类型的 他的攻击三围 这就属于他的合理攻击三围 于良三分九 很关键好球 三分命中 分差再次来到四分 这个三分很关键 余良今天拿到十分 弗雷代特又来一个好球 这真是寂寞大神了 慈悲库里 之前也说 这就是他攻击范围 一点不夸张 不是什么好球 比较精细 迅速换一个2加1 好看 这球精彩啊 真是精彩 两位超强的得分杀器 现在展开了对标 两个人对方谁也防不住 依然是四分球的差距 弗雷代特在挡吗 还是挡一下 这次突进去 王正犯规 两个超远三分 现在把北控 现在打得有点 太怕了 这个方弗雷代特 只要弗雷代特一拿球 你无论在什么位置 都必须玩命的扑 这半场以内 全是射程 全是攻击范围 不得不说 今天弗雷代特下半场 已经完全爆表了 第四节 已经是超神模式 开启了 这才赢不了 那你 真是怪不了弗雷代特 弗雷代特已经55分了 这个掌分速度太快了 好球 比尔吉克逊 44分 两大得分杀器 弗雷代特 这个球被冒了 好 景浩阳 这个球余良立功了 转换进攻 余良 转移出来 景浩阳的三分球 好球 第七个 我的天 景浩阳一战成名 比分差距来到八分了 打头七中的三分 这球简直是 让人开眼界 雷代特 已经拿下55分 突进去 再给球 外线 刘伟的两分球 命中 这个球踩线了 一只脚在三分线外 一只脚在三分线内 所以说刘伟 离万分线上差四分了 应该是差四分 刘伟已经拿下了八分 景浩阳再来 三分球还中 没办法 太厉害了 得分王之车 两人 今天应该是 全都会砍下50架 卡弗雷特 迅速想还一个 这个球造成了犯规 太精彩了 难得一见 两大 得分杀器 展开 绝世对标 太精彩 今天看这场比赛的球迷 绝对是赚到了 这见过 菲利戴特 标高分 见过 皮尔齐克逊 标高分 没见过两人互标的 今天这场球 精彩分成 尤其是第四节 单外援上场的情况下 两个人展开了 凶猛的对标 照这个趋势下去 两个人单节 得分都会突破20分 问题不大 菲利戴特应该差不多 已经到20分了 这一节 单节21分 那么皮尔齐克逊是14分 但是比赛只打了 第四节打一半 而且有可能啊 这单节得分记录 看菲利戴特 是不是 觊觎一下 接着结讯 再起 看一下两中算中 此备的单节得分记录 是丹特琼斯 在07到08赛季 创下的单节31分 单节31分 问题不大呀 这今天感觉 菲利戴特破这个记录 问题不大啊 照这个趋势下去 上这个球 是内线的张兆旭和 王征之间 有比较激烈的身体接触 似乎顺势一肘子 打到了王征 看看是不是故意的 裁判也得斟酌确定一下 看张兆旭的这个态度啊 似乎不是故意的 但这个肘子确实是 挥到了王征的头上 但是挥完了以后 立马感觉这个态度 很友好 不像是故意的 寂寞大神58分 对皮尔吉克逊 47分 对皮尔吉克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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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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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的北控的球权 认为这是一个提前的犯规 两分没算 裁判的这个判罚 说实在的挺保守的 两边都不得罪 这是上海的犯规 上海13号 上海VB13号队 德旭东 六贩 今天上来就是当炮灰的 他跟这汤子豪差不多 以防守上来为主 王正也是六贩 刚才 应该吹了一个双方犯规 关键是那个两分无效 其实挺上的 因为那两分的话 很关键 你这个双方犯规 王正被罚下之后 内线对于北控来说会比较艰难 因为内线北控没什么人啊 平二杰讯 再进去 这个球太难了 好球 前场的篮板球 这个球拿下 24号的刘博 现在也只能让他上海鼎鼎了 35岁的前锋球员 2米07的身高 在王正被罚下的情况下 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身高 还能算比较高的 内线能鼎鼎的 反正杨公明现在状态太差了 而过2米05的 除了杨公明之外 也就差了 所以内线现在相对空虚 又吹犯规 好 这连续的一次进攻 上海队被吹了三个犯规 这样的话就比较难了 再犯规就上罚就限了可能 开架断了 这个球 罗汉琛断的 非常的漂亮 也很关键 弗雷戴特再起 这球没中 但是自己抢到前者完把 溜出来 篮下都是人 刘伟的中距离命中 刘伟差两分 万分先胜 只差一球 万分先胜 只差一球 比分差距 只差四分 第二几个线 就是对攻大战 防不住你 不用进攻来代替防守 弗雷戴特 能否迅速还一球 拉回来 要直接拔 这个球 有球井浩阳 经验不足 弗雷戴特没想到 他这种情况下 还是会选择出手 第二几个线 再次追身三分 这个球 看一下啊 被吹了三分球犯规 武汉镇 刚才的断球很关键 但是这次三分球犯规 摸了一把 似乎是摸了把屁股 这种犯规是最没必要的 你看一下啊 这个球 他已经失位了 摸了一把小胳膊肘 多余 差四分 但是皮尔吉克逊 第一罚没中 发中一球 现在分差 一直维持在五分左右 六分啊 四分啊 基本都在这个 四到六分的区间范围内 皮尔吉克逊 五十分 今天五十分打底 两名 得分杀器 都是 蹦六十分去 克雷戴特 吹了犯规 这阶段裁判的事 想的够平凡的 这个尺度有点紧 紧浩阳 看看这个犯规次数啊 似乎也挺多的了 背出犯规 自己也是不太服气 六贩下场 上许孟军 今天的骑兵 八头七中的三分 拿下二十二分 打出了职业生涯 最精彩的一战 也可以说 今天这一场比赛 让他 一战成名 北共这赛季 这本土球员啊 都在一个个开发 之前开发出了张帆 这场比赛 开发出了 景浩阳 弗雷戴特 已经六十加了 六十一分六 助攻四强段 今天关键问题啊 他很有可能 在最后一截打破这个单截得分记录 因为单截得分记录 三十一分吧 他现在已经 看一下啊 起码有二十五分了 跳几个学院 再还一个三分球 还中 破五十四分 太精彩了 太强了 你根本是 两个人 谁也挡不住谁 这是本赛季至今为止啊 看过最精彩的一个标分大战 两个人全部拿下五十加 而且很有可能 两个人都拿下六十加 吹了阻挡犯规 两人 两大进攻杀器 全部倒地 一人倒一边 这两人太像了 这个囚风特点 这球确实是脚下啊 有一些 办算 有一些接触 所以犯规 情理之中 确实在这个行进的路线上 午饭了 也得注意啊 他下去就不好办了 他下去的话 这个北空的进攻就 下降俩档次 发中 差五分 弗雷戴特现在的得分 看看第四阶的得分是多少啊 因为我算着应该是二十五六分 二十六七分的样子 离破单阶记录 问题感觉不大啊 因为时间还有 还有三分半钟 张帆 必须自己攻了 这球时间不多了 枪起 太难了 这次进攻 没有给到皮尔吉克逊 吉姆大神 一突二 三个人围堵 再起 漂亮 太胜死前进步了 敌军从中任意穿梭 胜死闲庭进步 本场 弗雷戴特 六十六分 六助攻 够六的 第二几个去 也够六的 五十七分 这个也得奔六了 四十七分 世纪大战 真假 季末哥 本节皮尔吉克逊拿下二十四分 弗雷戴特 肯定不值二十四 哎 危险啊 弗雷戴特 可能已经 奔三十分了 这个球再打住 破 弗雷戴特 超神的表演 六十八分 张三 弗雷戴特 本节已经拿到三十三分 正常来说 这应该已经 打破了单节得分记录啊 比尔吉克逊 三分球没中 场上的这个形势 太惊险了 上海队 这个球必须拿下 差四分 弗雷戴特 三十三分 单节 已经打破了 CBA的单节得分记录 哎 八秒没够半场 什么情况 这个球似乎是 季时中 肯定是 季时中出问题啊 这个球 后场上海队 没有控制下球权 那一开始 他没有控制下球权 就已经算二十四秒 开始走表了 这个球裁判 一定在谨慎 这个时候 不能出现误判 吹了一个八秒 吹了一个八秒 这个判法 上海队肯定是不满意啊 刚才这个球 一直都没有确定下球权 看看这个球是怎么吹的 到底是 吹的上海队伟利 因为现在 北控队的进攻时间 只有十四秒 确实得把这个局势 看清楚了 只能说太刺激了 皮尔吉克逊 57分 弗雷戴特68分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这样 传出来了 吓唬吓唬 看这个球 传球 拿下 都没问题啊 都没问题 这个球吹八秒 肯定是 八秒不过半场 肯定是没道理的 因为没控制下球权 但是 这个时间 计时器一直带走 这一次判罚 影响大局 至关重要 正常来说 都是属于 两个队在争抢 你可能 进攻时间 吹24秒都可以 因为上海队 没控制下球权 这球一直在争 给了被控 他上海队拼得也很凶 被控队 张帆 控制住 给到皮尔吉克逊 三分球 谎掉防守 三分球 命中 60分 双60 皮尔吉克逊 60分 弗雷奈特 68分 再起好球 王同上 王同上 先拿两分 五分球的差距 时间还有 弗雷奈特 已经打破了 单阶的分纪录 但是皮尔吉克逊 现在似乎也是 要打破 这个单阶的 得分纪录 有可能 瞬间 给再破回来 张帆 突刘伟 硬起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球还是 得给皮尔吉克逊 但是被断了 上海队还有机会 这个球只要能打中 看一下弗雷奈特 硬起造成反规 二加一 打成71分 弗雷奈特 今天 这第四节 单节35分了 打破 CV单节的分纪录 得分 应该会刷新新高 70分 弗雷奈特 之前的最高得分 应该是73分 那么73分 也是CV历史的第五位 而70分 现在71分 弗雷奈特 很有可能刷新自己 生涯的得分新高 今天在这场 得分王之争的对决中 两个人全部砍下60加 弗雷奈特 已经刷新了一项 CVA的记录 第二几个血 碰上真神了 这是至今为止 可能不是 CVA竞争最激烈的一场球 但是一定是最精彩的一场 对攻大战 两位外援在第四节 简直是超神疯狂的模式 全部佛党杀佛 这个分叉 一直胶着 皮尔吉克逊 对弗雷奈特 今年 可以说得分王 正常来说 就在这俩人之间产生 得分太强了 得分 本赛季场就34.2分 本场比赛 71分 70%的三分球命中率 季摩哥 现在几个看点 上海队落后两分 然后姬摩大神 破自己的CVA的得分记录 第三 刘伟万分先生 都可能发生 最后一分15秒 静静期待 皮尔吉克逊 已经砍下60分 但是 还不够 于良三分球 真感同 没撞 弗雷奈特篮板球 转换成功 速度很快 一条龙 直接起 这个球没吹犯规 还是上海队的球 心惊胆战 再打一架十 我天 这分爆表呢 再给 弗雷奈特 拿球 再次往里杀 抛头 没问题 他这个球没中 自己抢 再起 好球 73分 凭了自己生涯的得分 最高纪录 弗雷奈特 上海队追平比分 最后40秒 两个队应该正常来说 各有一次进攻 看北空是不是打快 因为打快的话 可以再有一次进攻机会 这个球还是控节奏了 最后比较保守 双人包 还没开始攻呢 双人就开始包夹了 平耀几个选 一下过掉一个 再起三分球 这球没中 弗雷奈特 控制节奏 叫不叫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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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暂停 直接打 绝杀 还是加10 弗雷奈特 全看这球突进去了 再起 打中 弗雷奈特 我的天 打破个人 生涯得分纪录 75分 弗雷奈特 1-3 几个球在篮下 北空队内线不太敢防 而且王正下场之后 内线缺乏绝对的高度 几个球没有罩住 弗雷奈特 弗雷奈特找到了出手的机会 拿下了自己本场比赛 第75分 弗雷奈特 创造了自己在斯菲生涯的 个人得分性高 今天 面对现任的得分王 第二几个续 继络大神告诉对手 什么叫做 神 什么叫做继络大神本尊 继络大神 第四节 砍下37分吧 没仔细算 至少37分 最后一节 创造一场比赛 创造个人得分新高 生涯得分新高 创造CV历史单节得分记录 而且也创造了两支球队 有两名球员 同时得分上60的数据 这场比赛 简直残暴 第二几个续 最后能否完成绝杀 绝杀 第二几个续 这场比赛 简直太精彩了 第二几个续 在激光大神 砍下75分的情况下 最后完成了三分绝杀 第二几个续 这场火星撞低球的 世纪大战 两个人在最后一节 你该说打出了 绝世的进攻的高潮 别要几个续 两人防守 过掉一个 再晃开一个 三分球 绝杀并重 75分 季末大神 创造的所有记录 变成了空砍 太精彩了 这场比赛 CBA至今为止 也可以说是CBA 所有比赛 你该说在历史上 这场比赛一定会记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皮尔奇克逊 和弗雷奈特 本场比赛 属于这两位英雄 两位英雄 为本场比赛 创造了给观众朋友们 创造了一场 世纪经典的对决 见识 见识